最强壮中风的,本华莱士本华莱士可以说是NBA历史上最强壮的球员之一。 这张照片上,华莱士的肌肉可以说到了一种爆炸的程度,华莱士的握推力量NBA历史第一,并且连续四年参与NBA最佳防守球员。 那个时候的活塞,以本华莱士为贺心,是全联盟防守最强的球队,那这活塞的防守水平甚至在NBA历史上的球队里都是数一数二的。 那些年,面对那只活塞,大部分的球队都没有得到超过一百分,甚至有一些球队只得了六七十分。 NBA最有统治力的中风奥尼尔生涯最羞辱的一刻,就是被华莱士意想盖搬在他的时刻。 而且最值得敬佩的是,本华莱士在1996年进入NBA的时候,没有球队选他,一位落选秀,能得到这样的成绩。 全联盟历史上,也没有几个能达到最强大前锋,卡尔玛隆·卡尔玛隆,是NBA历史上的一个悲情人物。 作为联盟最顶级的一批球员,玛隆一生都没有夺得冠军。 卡尔玛隆也是NBA历史上最著名的铁人之一。 玛隆当年一条铁肘,在内线可以说是挥出了名声。 曾经单手先发罗德曼,玛隆曾经说过,现在的NBA球员身体素质都太弱了。 在他那个时代,现在的球员可能大不了几场比赛就会骨折。 最强壮小前锋,罗恩·埃泰斯特·罗恩·埃泰斯特,现在叫慈世平。 这个人,在刚进NBA的时候,一场比赛还没有打,就装断了乔恩·埃泰斯特的肋骨。 巅峰时期,埃泰斯特是全联盟最强的防守球员,本华莱士是内线的最强防守球员。 不过埃泰斯特是可以从外线防到进去的球员。 科比詹姆斯·皮尔斯·安东尼等当时NBA进攻能力最强的一众球员都吃过埃泰斯特的苦。 埃泰斯特脾气暴躁,当年一周直接打得哈登脑震暴,曾经二本山宫殿跟本华莱士起冲突。 埃泰斯特一个人从球场打倒了观众席,有球迷认为埃泰斯特是被本华莱士打损了。 其实,埃泰斯特那个时候是听从雷医生对他激怒症的嘱咐,想要压制住自己的怒火,不跟华莱士起冲突,躺在板凳上。 不过有观众不知好歹,将水杯扔到阿泰斯特身上,这才再一次激怒了阿泰斯特,才有了后面的一发不可收拾。 阿泰斯特这样的球员,其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。 就算对面是本华莱士这样恐怖的人物,也挣不住阿泰斯特,最强壮的分后卫,邦奇·维尔斯·邦奇·维尔斯。 这个人可能没有上面几位那样的出名,不过只要说一件事就可以知道维尔斯到底有多强壮。 这个人在2006年季后赛,国王对战马斯的比赛中,在邦肯的进取里,维尔斯一生生用自己的大屁股举变胎的上肢力量,从邦肯手里抢到了18个篮板球。 维尔斯是一位非常特别的重队风的摇摆人,而且维尔斯最擅长打乱战,虽然身高不足两米,维尔斯的数据和地位单板能力却像个大前锋,最强,控球后卫。 拜伦·戴维尔斯勇士在史蒂夫互利崛起之前,曾经也拥有一位超级空位。 拜伦·戴维尔斯,曾经的勇士,不像现在这样谦虚,三分球的打法。 曾经的拜伦·戴维尔斯带领的勇士,被称为坚州费邦,无论是后来的沃尔维斯特布鲁克罗斯,跟当年的拜伦·戴维斯,在身体素质上都有一定的差距。 拜伦·戴维尔斯站在那里,如果没有人告诉你,这是一位控球后卫,球女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位大前锋。